特區政府想搞活這個夜經濟的決心是很清晰 而香港的商界 特別地產商 或者地鐵等等的全力去呼應 也都看見大家都有心在這裏 但你有心不等於一定做到事 你的力不道有一個問題 當然是歸咎於香港人經過疫情下 大家都是習慣了 早睡早起 不出街了等等 以致香港的夜市暗淡了 夜消費弱了 但這件事其實在日本都有疫情 泰國有疫情 台灣有疫情 為什麼人家其實很多人已經呼入了那個常態 香港的別國好像沉下去的東西就改變了 這才是特區政府要探討的問題 大家知道日本一段長時間都跟香港人面對疫情 我所親眼見到也都看到的就是日本一放開那個疫情限制之後 它回復 即時回復以往民間自發的東西 譬如說你舉東京做例 東京在元宿的街頭 以致銀座的街頭 他們即時畫出逢禮拜六 禮拜日 畫出一個等於彌敦道這麼旺的街道 立刻封了去 做行人專區 很多的表演 很多的店鋪 周圍的店鋪 沒有攤檔 但周圍的店鋪全部受惠 我有點懷疑 如果搞其他那些東西 那些店鋪不會有得著的 過去幾天 本地幾間電視台 我忘記哪一間 他做了一個角度 他找商場裏面的店鋪 店鋪說第一 我請不到人 第二 我不敢請人 因為沒有生意 我還怎能養多一個人 你開夜 開夜多兩三個小時 那就是我去做 老闆自己去做 就算開夜 晚上都減人 本來是六工人 三工人都夠做了 為什麽別人可以 我們不行 當然跟香港民心的逆轉很有關係 但更加重要 疫情期間 不同國家 特別是亞洲國家 很注重遊客的國家 在疫情期間 就在部署 疫情一過去 我們怎樣推出一二三波攻勢 夜不分點出來 就跟郵輪碼頭 不知道怎麽樣講起 就這樣逼出來 接著一個月之後 政府就聽很多意見 大家給很多意見 但是很簡單 家磚我跟你問心說一句 某種意見 令我眼前一涼 我們熟悉有些商界人士 政府叫道 應酬一下你 反正我又不是要我做幾年 我做不到幾年 有一個 昨天突然爆出來 我之前沒有聽過任何風聲 但我聽完之後 我自己都笑了 地鐵 你坐四五程之後 送你一程 大哥 晚晚出夜街 不用上班 還有 你有個極限 去到十二點多 還要坐這麼多程 你才送一程 為什麽你不立刻在晚上八九點後 你簡直是減價 要這樣來儲存 要儲存 儲存 儲存 你是不是有心幫 地鐵 最後一里路 大部份的專線小巴 大家坐開專線小巴就知道了 十一點至十一點半小時後就收了 沒有客人 阿常常都知道 那怎樣 最後一里路怎樣回家 所以地鐵不能不捧場 馬會不能不捧場 地產商不能不捧場 康民住屬下的機構不能不捧場 還有 馬會那個是夜晚跑馬地舉行的 公眾值免費開放進去 有多少人跑去那裡 所以你什麽時候看見大家 真的可以 好像波叔說 大家幫幫忙 你就連小巴的士都自覺 都要全力去支援 但政府沒有這樣的號召力 沒有這樣的感染力 你只能在你權力範圍之內 那些不能夠不給面子 所以這次基本上 是給面子派對 給面子派對 那些政府商界好 他開放的地方給你自己用來 人家一早就部署了 疫情期間特別你留意去 去Banker很多新酒店 疫情期間大家就一路去籌備 一遲一個月我們馬上推出來 那那個反彈力是很強的 香港完全沒有反彈力 習慣成自然 這就是正如我都說了很多次 香港人的離心力越來越強 向心力越來越弱 所以陳茂波 好什麼你語重心 大家幫幫忙 找高官出來 只要令人更加反感 看到令漢浩 我今晚你那個見山事件 比見山書店多過你去捧場 其實放手 不要再去動人 見山你其實不如借著良機 穿化為危機 鼓勵太平山街一帶 搞活這些更好 不要搞夜 因為那裏有很多民居 你禮拜六禮拜日 鼓勵他們 那裏我鼓勵大家多些去那裏 那裏是另一種的世界 休閒的生活 晚上很多店舖都關閉 晚上那裏是民居 你不可以扭轉人家生活的雜性 習慣你扭轉不了 心態心情你扭轉不了 你吹高任何東西 當然你做好過不做 你做了之後發覺沒有效果 你就想一下是怎樣做 怎樣可以刺激夜經濟 一月之間可以成事 這真是香港奇蹟 他真的很聰明 其實他都很費盡心思 拍肩膊 拋磚引玉 搞了人流 其實你只是搞KPI 你只是搞數目出來 你叫我們搞夜經濟 我多厲害 找到80個商場 又找到馬會落搭 又找到地鐵落搭 算是這樣 真是算是這樣 你看看陳茂波一眾和王偉倫 昨天王偉倫情笑笑口 他由早上一帶一路的崩潰 熬到晚上再主持啟動儀式 很忙 這方面亦可以看到 我都說過 現在特區班子 你看看份量質素 是沒有以前那麼全面 特別在應對的思維方面 但是勤力是很多 為什麼一個人要身兼幾職 你為什麼做得這麼多東西 有些東西都不是你去擅長的東西 你硬要揹著下去 你一定有援急次序之分 香港當前急務做什麼 你發覺有什麼東西 你去做你去做 大家就疲於奔命交差 應酬 形式主義掛稅 這是香港的賤命商 香港人不需要這種形式 如果你夜繽紛 都是搞一些形式主義 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怎麼要落搭呢 現在這麼多串流平台 我不要回家裡看東西 好過去看夜繽紛 看完之後 難道我真的坐的士回去嗎 一闊三大 關於經濟地 為什麼要搞夜市 這不是我們專長香港整個社會的雜性是這樣 日頭這麼多事情搞 你又看梁錦松 可能他都忍不住了 恨鐵不成鋼 你看看幾屆的財政司司長都說過 這真的對香港的經濟脈搏掌握得很好 經濟脈搏掌握到國際的脈搏 這就是香港過去成功的地方 為什麼財政司長這麼重要 甚至多少政治風潮 你吹到哪裡好呢 甚至今次你現在香港實行新的愛國者治港 但有一個原則都受得不錯 財金官員仍然比較獨立一點 沒有那麼多政治干擾 昨天我看到財政司司長率領副財政司司長 旅遊民體局楊潤雄 令刊浩 楊潤雄其實責任都很大 但是郵輪都已經搞到一鍋抱 這次能否吸引到外地人來 你看到歷有不遞 真的沒有辦法 還有很多事情體制在這裏 譬如很簡單 呂法國其實特別有很多人才 但很多事情都要聽命於上頭 他現在的老闆是楊潤雄 我相信程領一有很多想法 但幸好你發覺現在整個政治管治文化全部由上而下 但精英在民間 智囊在中層 為何那些最貼地 連梁錦松也這麼貼地 你看一下 現在很忙的 整個財政司搞完又搞峰會 但峰會 經濟峰會 什麼經濟論壇呢 帶動不了 梁錦松說的國際大型活動 是講演唱會 大型的節慶那些 自己做個餅出來而已 還有那個是倫敦記驅武 有香港特色 這真是用心去策劃 你現在整個東西繽紛 東壽七壽 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你說商場 你能否吸引日本的商場 泰國的商場這麼厲害 香港商場其實最大都是 太古廣場 太古城 又一城 然後你數不到 很多東西我們爭不了第一 但是做到唯一 這個就是 無論是我們做人 以至是我們怎樣策劃自己的前途 以至一個城市爭取一種特色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很多特色 國際色彩退色 大陸色彩增強 但是大陸的城市深圳做得比我們好 我們憑什麼去吸引 楊錦松說 你不要跟人鬥便宜 你怎麼都比深圳便宜 你現在深圳又便宜 你買東西淘寶又便宜 淘寶比你更便宜 還有那些是大陸比較過時的產品 你真是唯有東南亞老華僑 你還有一點興趣 其實我有一些懷疑 對於廟街商會說 給甘肅街的地 給你拆了 停車場 因為我昨天看到 都已經拆到地下一個層 那個區域過去三年 那些交通改道 改道七彩 到現在周圍都見到 那些紅白矮的水馬 搞到烏煙瘴氣 是沒有作用的 什麼人在這裡擺賣 是那些有少少像尼博爾人 那些Gerga的人 去擺賣那些東西 那些擺賣了很久 反而要想想 那套看相 那些仍然很多 街頭表演的仍然有幾檔 還有幾檔 唱粵曲 不過都隨隨老耳 尹光也上了岸 尹光也不用 用AI 尹光 很先進 時代進步 你拿舊東西出來 廟街 以前三四十年前 廟街 再早一點 摩內街 貓街和廟街 一個有廟 一個有貓 這些在國際媒體 很多報道 賣香港買的東西 現在沒有人認識這件事 真的沒有人認識 因為過去一直忽視這件事 覺得香港要向前進 香港全部搞大商場 過去我曾經跟官談過 其實有一串地方可以一籃子 搞的 但可能要很大魄力去策劃 是怎樣呢 是由這個紅館 經過國際郵件中心 整個尖東的海旁 一直彎到過去 就是太空館、藝術館、文化中心 去到海運大廈 然後串下去西九 這個沒有民居 在那裏有很多五缸十色的東西 但是那個官員一聽到 嘩 這麼大規模 我都樂任了 樂任了 其實幾年前 好像新世界牽頭 我去出錢 我去假活尖東的海旁 一直就是這條路線 其實很好 這一框是很多種東西 但這涉及到地產商利益 沒錯 有人吵 有人吵 九倉吵 順自從 這就是商業利益 香港是群雄國 巨國有地盤 怎會讓你新世界 我出錢 我建好它 你建的東西出來 就擋了我的東西 這就是香港的現實 叫地產商 你工作少少 貼錢出來 燈油火力出賣 沒問題 兩三個月 捧牆 捧牆 這裏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